这款产品在极限工况下的使用性能 我们策划完成了超负载工况下的破坏性实验 也就是在超负载工况下一直测试 直到报废为止 目前这款产品在国外某客户现场 也经受住了每天20小时的作业考验 获得了市场的另核 这个破坏性的实验我觉得真的是太震撼了 我想直播今天观众朋友们和我的想法是一样的 真要给你们一个大大的赞 有人说到最大 让我想到我们看到了我们7000助塞泵 在西南区域作业现场参与了压力作业现场的新闻报道 那我们在现场是否有此产品的展示呢 当然有了 今天为大家揭秘的第二款产品 就是我们的7000型助塞泵 7000马力的制动功率 也再次打破了行业内单机功率最大马力数的记录 杰瑞也成为行业内首家完成7000型助塞泵研发的厂家 我左手边的这款设备 就是即将发往现场参与作业了7000型电区压力窍 那针对7000型电区压力窍 它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 首先 长达11英寸的长冲程设计 能够保证在同样的排量输出下 冲刺更低 比如要输出1.6方的排量 如果选择常规2500型的压力车 冲刺至少要200次 而如果选择杰瑞生产的7000型助塞泵 冲刺只需要110次之内就可以了 有效冲刺能降低45% 从而提升泵配的使用盛美 另外我们看到 在7000型助塞泵上 我们安装了杰瑞自主研发的助塞泵 智能诊断系统 通过对传感器收集数据的分析 能够实施监测这款设备的运行状况 从而提前识别设备故障 提前发出设备预警 下面我的同事正在操作的 就是这套系统的其中一个界面 在界面中我们可以看到 它所监测到每一个关键点的动态数据 这些动态数据通过后台模型的一个运算 可以给出一份状态报告 就相当于这台设备的一个体检报告了 给产品做体检报告 我也是第一次听说 真的是满满的科技感 那李主任在这么大排量的连续作业下 我们其中的一损配件 是如何保证石油寿命的呢 好了 今天给大家揭秘的第三款产品 就是我们的助塞泵泵配 在助塞泵泵配的寿命提升方面 杰瑞一直没有停下脚步 这边我们看到的就是杰瑞的一台不锈光法箱 通过对结构材料工艺材料不断油画 目前杰瑞的不锈光法箱 在一言气作业工况下 最高使用寿命已经突破一千小时 除了法箱以外 在助塞泵泵配上 人被关注度最多的就是凡尔体了 下面让我们一起见证奇迹 这本年观众朋友们 让我们跟随李主任一起见证奇迹的时刻 下面我手里拿到的是一个反尔体最初的断道毛坯状态 断道成型以后 首先要进行第一次本体破坏检验 本体检验合格以后将进入到后面的加工环节 要满足现场恶劣的作业工况 在加工环节还必须要进行一次关键的热处理 下面我手里拿到的是 进行关键热处理之后的第二次本体破坏检验 那么经过两次本体破坏检验以后 就可以发到客户现场了吗 不是的 要满足现场在长时间压力业种的作业 还必须给我们的反尔体穿上一层防护幅度层 这是杰瑞的反尔体在现场长时间使用 而不会秀实的秘密所在 现在我手里拿到的是杰瑞最新一代的C系列反尔体 那么当所有的工艺完成以后 还需要进行最终的一次中检 只有通过中检检验合格后的产品 才允许发往客户现场 一个小小的反尔体要前后经历三次的检验 只为让我们的产品更安全更可靠 为客户创到最大价值 也谢谢我们李主任的精彩讲解 接下来请跟随我对我们高尔杰瑞的高尔流体系列产品 在我身旁的这位是负责高尔流体系列产品的 张玉成张主任 张主任您对于负责高尔流体产品的项目工程师 那您能对我们这部间观众朋友们谈谈您对我们产品的认识吗 好的 这部间的各位朋友们大家好 如果把景场呢 比成一个人的话 那么刚才我们讲到的猪猜泵呢 就相当于我们的心脏 它提供动力 就相当于我们的血液 在进入猪猜泵以后呢 足以了高能量 高压力 而我身后的这些高压力产品呢 就相当于我们的血管 其保证了流体的这种顺畅性 还要去保证了这种高压力流动的安全性 所以呢 对于高压力产品来讲 安全可靠 是其最基础的 也最重要的性能 张主任 我觉得您的比喻也是蛮形象的 那我们这个性能验证有哪些展示呢 说到验证啊 杰瑞的高压力产品是国内首家 通过性能监定实验 取得第三方权威机构颁发的 求实验报告的产品 该实验呢 对产品的要求呢 是非常非常苛刻的 那我们对产品的苛刻 您能否挑一款产品 对我们的实验过程 讲讲一些细节呢 好的 那么就以我手边的 这个2万的活动弯头为例 在整个的实验过程中 比如对其密封性的测试 需要分别在零下29摄氏度 室温 121摄氏度的温度下呢 打压140道帕 然后呢 在这种高压力下 旋转1860次 在整个的过程中 不能出现任何形式的失效 再比如对其产能力的测试 需要在121摄氏度的高温下 打压140兆帕 然后在这种高温高压下 持续的保温保压 七天七夜 这对产品的要求啊 是非常高的 今天现场呢 我们也展示了 很多我们常用的管会 比如呢 有2万的片子挂管会 也有1万5片子挂管会 结论呢 能够提供 不同压力等级 不同温度等级 不同最佳工况的 全系列的高压管会产品 咱们的产品种类的 种类也真是太丰富了 张仁 我也在我们现场啊 看到了我们当下最流行的 大通镜管会校 那您能针对此产品 做一些介绍吗 好的 说到大通镜呢 我们最初的想法呢 是要去解决现场的 一些痛点问题 比如呢 如何去减少 现场超人的劳动强度 如何呢 让我们的高压流体呢 在输入的过程中 更加的平稳 又如何呢 去实现 警场的较美增效 来提高客户的收益率 也是基于以上问题的考虑呢 我们率先提出了 大通镜管会的作业方案 目前呢 已经发货百余套 在我国的重庆 四川 贵州 以及海外的多个警场呢 得到了良好的应用 其规格 涵盖了 5吋15K 5吋20K 7吋15K 7吋20K 在我左手边的这一套呢 为客户定制的 7吋20K的 三窍二十口的 单通道 大通镜的高低压管会窍 能够实现高压流体的单通道快速的输送 与常规的游泳管线性相比 管线的素量呢 降低了75% 连接部位减少80% 其主通镜呢 达到了其又十六分之一顺 这种大通镜呢 能够大大的减少了 严惩的压力损失以及磨损 大大的提升了 现场的水源效率 我相信咱们直播间观众朋友 也会对我们杰瑞的产品十分的关注 那我也知道我们在智能化方面呢 也取得了一些重大性的突破 那您能针对此方面 做一下简单的介绍吗 好的 说到这种话呢 一方面呢 我们是基于现场超人员的 这种安全性考虑的 也是开发了基于RFD技术的 高压管会管理平台 该平台呢 能够实现警场的刮管会的远程的实时监控 不仅呢 可以去详细的看到整个警场的布局 也能去查看每一根刮管会产品的状态 使用数据 以及它连接的位置 大家提升了呢 这个警场的安全 另外呢 对于一些临近报废的产品呢 也能够进行实施的去进行一些报警 从而呢 让我们现场超人员的安全呢 有一个安全的保障 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考虑了现场这种奇效 所以呢 捷律呢 也是自主研发了 这种随中必实的大通信管会效 能够实现呢 大通信管会效 与压力设备之间的快速连接 大大提升了警场的职业效率 也降低了警场操作人员的劳动强度 目前呢 已经发货多套 并在现场呢 得到了应用 也谢谢我们李主任的精彩讲解 我相信通过我们张主任的讲解啊 我们对我们的高压馆会啊 能够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谢谢 谢谢张主任 那镜头请跟随于我 对我们下一列产品 警控警控设备进行一下介绍 正在我旁边这位呢 是我们负责警控警控研发项目工程师 包德剑 包主任 包主任和我们直播间观众朋友们 打个招呼吧 好的 各位观众朋友们 大家上午好 包主任 我也知道我们警控警控 在市场上也是很畅销 那我们如何是 让我们为了客户 保证的 客户用的放心的呢 我身后的这台分流管回窍 是即将发到客户现场 为客户定制化设计的 承压140兆帕的分流管回窍 我们能够根据客户的不同需求 以及不同的警场布局 设计不同结构的分流管回窍 管回窍中的这台压链法 已通过API6A最严苛的 PR2的性能鉴定试验 在性能试验的过程中 我们额外增加了压力 温度循环试验 进一步验证产品的使用可靠性 这套压链法能够经受住 从室温升至121摄氏度 继继继继续降温至零下46摄氏度 再升温至室温 承压140兆帕的高低温 循环密封实验 这压力和温度的反复极限考验下 也是为了我们产品高质量的输出 那我们在客户使用效果反响是如何呢 我们设计开发制造的分流管回窍 已有上百台应用于新疆 四川 东北 以及国外的压力警场 长寿命 防击沙 耐冲时 是分流管回窍 带给客户最直接的产品使用体验 同时 杰瑞开发推出的单通道压力经扣管回产品 以实现国内首台 液延器警场的压力作业 进一步实现作业现场 更安全 更高效 更环保的工厂化压力作业 包主任 您刚才提到我们这个安全作业 那我们肯定会想到我们作业现场中 保证我们安全性能的警控产品 那我们在此现场是否有展示 是的 说到警控产品 它就像人体的安全免疫系统 是警场处于危难时的一道有利的保障 同时呢 它也在默默的守护着警场的作业安全 所以这款产品的高可靠性和高稳定性也就成了这款产品的重重之重 我身边的这台防喷器是杰瑞自主研发的国内首台 最大规格的复合型连续油管防门器 它实现了小体积 大通勁 以及高性能的特点 多年来杰瑞始终致力于产品基础技术的研究 持续的提升产品的优势 这也让这款产品的性能达到世界领先的水平 那包主任 那我们有哪些性能达到了我们这种行业内的领先水平 衡量连续油管警控产品最重要的三个性能指标 第一点 剪切性能 第二点 卡瓦的旋重能力 第三点 防喷器的逆风性能 首先第一点 这款防喷器的剪切性能采用了增压杠的设计 观景比可实现无穷大 剪切闸板能够几十次剪切连续油管 剪切刀片没有任何损伤 剪切性能远高于行业的标准要求 第二点 旋重能力 这款防喷器的旋重能力能够达到65吨 也就是说 当卡瓦抱紧连续油管时 连续油管长到因自身的重量被拉断时 卡瓦也不会发生任何的滑脱 第三点 防喷器的密封性能 这款防喷器通过了最严苛的密封测试 能够经收住121摄氏度的高温 零下46摄氏度的低温 以及546次的密封疲劳测试 同时这款产品也是国内首家通过性能鉴定试验 获得国家石油装备产品质检中心 颁发证书的连续油管警控产品 我相信通过包准的介绍 我们直播间观众朋友们也会定能保证